终于和杨家三姐妹见面了 三个孩子比想象中长得更好 乖巧懂事让人心疼 我真的非常感谢 就是为我们捐款的 各位三星也是真的非常的感恩 我们之后的计划就是 我回去就读大学 然后大妹妹会 回去她的高中学业完成学业 然后小妹妹就会 一样平稳地继续读书 三个月前 台东杨家三姐妹的故事 引起大众关心 父亲因为肝癌过世 母亲两年后亲生 十八岁的大姐 担任其两位妹妹的监护人 原本要上大学的她 为了抚养妹妹 改到朝商上班 故事曝光后 社会关注善款分治 鼓励大姐继续她的求学梦 而金雅筑九月将进大学 美容系继续进修 老人因为家中变故 忧郁症辍学 也决定白天工作 重返夜校 上一月经营管理 那你所以现在经营管理 以后是要当老板吗 可能吧 雅筑因为家庭压力 年纪轻轻就得了胃溃疡 三姐妹常常一天只吃一餐 等姐姐回家简单做饭 面对即将离家的大姐 姐妹们依依不舍 爱你哦 爱你哦 好甜哦 爱你哦 钱的部分呢 我们会用在就学跟 就是生活上这样子 会好好分配的 雅筑立下心愿 将来一记之长 让妹妹们过好日子 18 16 9岁 都还是父母宝贝呵护的年龄 三个孩子相依为命 被迫长大 极其欣慰的是 姐妹都勇敢懂事 上进媳妇 人生路上 又又会陪着他们越来越好 不散再会 东正新闻 又有基金会采访报道